中国人生活在日本底层 中国人被骂 被日本人挑戏 绝不能回国 就是这个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留言和分享 大家好 我是刘坤 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 给那个网友朋友吹牛皮了 我说我做个扎弯子 做个汤醋排骨 结果我发现自己的水平有限 我就把两个东西弄一气吧 所以炸完的肉已经准备好了 排骨已经腌上了 现在开始弄豆腐 炸完的最后一步吧 好 把嫩豆腐捏碎 然后弄到肉馅里边 给它拌一块拌吧 不然我就不放胡萝卜之类的青菜了 我就直接豆腐跟肉馅怼上就行了 好 可以 好 开始上油锅炸 好 现在开始弄肉丸子 这肉有点太软了 还是 火一定要小火炸 不能大火 火太大的话 完整容得很低 好了 第一锅 出锅吧 就这样子 效果不好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我想的是 肉更紧一点 没想到太软了一点 手放的豆腐太多了 看是不是像煮的那种感觉 排骨腌好 现在是扎排骨 你看这是排骨吗 我的天哪 这么大块 这一拖一拖一拖的 这一拖一拖的 房子弄得很迷茫 炸好了出锅 炸好了出锅 太大了 我的天哪 你看这弄的 这太大了吧 这一拖一会儿似的 排骨出锅了 想做糖醋排骨 结果发现块太大了 糖醋排骨就算了吧 我是不挑战的 咱们谨记改菜谱 咱们再蒸一下 就是类似于 我以前做的黄梅羊肉 再蒸它一下吧 这样的话 效果会更好一点吧 做了两个菜 一个炸排骨 我感觉还行 一个炸丸子 我直接蒸了 这么难吃的菜 我是人生第一次做出来 也是人生第一次吃 我也不跟我媳妇说 我做炸丸子了 也不跟我媳妇说 有这个东西我蒸了 以免她说我浪费 いただきます 好了 饭做好了 简简单做了四个菜 然后还有一个炸菜 皮蛋豆腐 番茄炒鸡蛋 还有一个炸了花生米 还有一个是排骨 油炸排骨 放菜 炸卤 谁吃的 有一位叫鲁西思元的一个朋友 他给我发了一个视频 大概的那种生活在日本底层 中国人被骂 被日本人挑戏 却不能回国 就是这个视频 大家感兴趣的 可以搜一下原视频 我这就不再放了 给我发这视频我也看了 他问我 这个是真的吗 你敢吗 做一期这个视频 当时就回答 这是是真的 反而我就想问他 这视频我为什么不敢做呢 所以在聊这个事之前 你先说一下我知道的情况 我说的有可能不对 这里边的人过得比较惨的 基本上都是严修生 严修生的意思就是 日本政府做这个就是 为了缓解 日本的劳动力 比较重活比较累活 没人愿意干那些活 为了缓解 劳动力让他们去帮助一些 不太发达国家的一些人来日本 就帮他们干活 让他们就来打工 然后挣外快 像这种工作 在十年前 日本的那个经济比较好 泡沫经济没有结束之前 咱们中国人来很多 日本泡沫经济结束 再加上 咱们中国最近几年经济真的是 好的很 所以反而 中国人不愿意来日本了 然后 日本政府还是需要那个人 来干个活 所以我在以前的视频里有说过 越南人 印尼人 反而来的很多 有很多就是 不知道情况的一些 咱们中国同胞们 也被那个黑中介吧 忽悟了 我再强调一下 并不是 外国的月亮都比较圆 日本并不是遍地黄金 弯腰都能捡到 弯腰都能 让你发大财 咱们再把这个话题回到主题上 我就对这个视频做一个回答吧 我感觉 出现这个视频里边的人 第一 被中介公司骗了 第二 被这边的企业给骗了 第三 他们来日本之前 他们的想象 跟实际的工作 差异很大 研修生去的一些地方 真的是高强度的一些体力劳动 为什么 因为像这种活 日本的年轻人不愿意干 他们没办法 只能去找一些外国人来干活 这几年 真的是中国人很少了 这视频出现这几个人 他们是什么时候拍的 我还不太知道 所以我不忘了要评论 这个事是真是有这样的事 有很多人问我 怎么去日本打工 怎么去日本工作 我不是工作来的 签证 我是留学来的 所以这个流程我不太懂 有很多人问我 我都会回答是 找一个靠谱的中介 不要去找黑心中介 去国外打工 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个人感觉 所以有很多人就问我 来日本工作怎么样 我就说 来日本工作可以 先把语言学一学 有个心理准备 因为在国外工作 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轻松 那么快乐 那么愉快 是把钱挣了 真的不是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视频点击关注 记得你的点赞 评论转发和收藏 我们下期 拜拜 拜拜 叹